各國品牌琳琅滿目 應景的裝置藝術 在露天的購物商場漫步 白雪從天而降 更讓人感受到溫馨的過節氛圍 這裡環境就比較寬 就比較輕鬆自在 不像百貨公司 像我住台北市百貨公司 就比較勇氣 這裡比較多美國的品牌 對 就好逛 大朋友帶著小朋友 占地15萬平方公尺的空間 有好吃 有好玩 常常一逛就是一整天 我們商場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是open air的商場 所以在整個氛圍的營造上面 基本上是沉浸式的一個感受 所以當客人來到這邊之後 會感受到好像不需要出國 就可以有國外的氛圍 來到美西的OLED 這邊可以感受到濃濃的椰蛋氣息 這邊也成為網紅 網美熱門的拍照打卡景點 台灣OLED的競爭日以白熱化 超過四百億元的市場規模 讓各家業者紛紛搶食這塊大餅 美西與日系OLED各具山頭 台灣的日系OLED以三井為代表 在林口 臺中 臺南都有據點 美西OLED以華泰名品城為唯一代表 除了桃園外 將在南部擴點 去年星光三月旗下的SKM Park也加入戰局 在全台15個點裡面 我們有超過350萬的會員 那我們在上個月也做了一些會員上的整合 如果以我們的Data來看的時候 我們最主力的目標課程還是在20到40歲 它占了我們大概所有課程裡面的66% 美西OLED商場腹地較大 各品牌幾乎都有獨立門店 日系多是室內商場 櫃位相對小 但比較不受天候影響 有別於百貨公司的客群 OLED特有的優勢也養出一群忠實粉絲 傳統的百貨公司它一年裡面會有大概 四到五個月的所謂的正品期 所以正品期就是商品上面 它其實打折的狀況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往往會在正品期的時候 做比較大的一個促銷 那OLED最大的差異就是 我們就是每天都有折扣品 所以每個品牌 它可能三折起 可能四折起 它來這裡的消費的型態是一種有點像是 尋寶的購物體驗 OLED存在的意義並不是要跟正價市場做競爭或PK 因為我們是處理庫存的一個商場 所以我們會希望所在的位置不要離正價市場太近 否則的話就會變成是有點直球對決的那種競爭關係 應該是要應該是合作的 所以距離的部分是一個 那當然就是說交通上面也不能夠太不方便 至少開車要能夠是非常便利可以到的 然後停車的空間也要足夠 這個是我們在選點或選址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考量的點 OLED其實就是清過季商品庫存 用較低折扣架吸引消費者購買 一年四季都有優惠 今年業績來看三井一百八十億元 SKM Park三十六億元 伊大與利寶三十五到四十億元 華泰大約一百二十億元 客流量我們來看的話 當然是華泰客流量是最好的 在國外的數字大概是四百萬人口 到四百五十萬人口可以開一個OLED 那臺灣現在目前已經有七家OLED了 那從那個一大開始 所以我們最多其實未大量大概是五家 隨著國人對OLED零售型態的接受度 與消費力都提升 臺灣OLED數量越來越多 正式進入戰國時代